恭喜 謝謝 謝謝 是 恭喜陳靜 憑藉這個低俗喜劇當中的演出 拿到了最佳女配角獎 我之前有看她的新郎微博粉絲非常的多 好像剛剛才過24歲生日 對 我剛剛24歲 然後 對 所以我現在的心情很激動 而且我真的要特別 就像妳說 我真的要感謝我新郎的粉絲 因為他們一直都很支持我 然後 謝謝你們 而且 這個獎對我來說意義太大 很重大 今天我很高興 可以看到 因為我的家人在這裡 然後 她是第一次看我 真的來看我現場的一些頒獎典禮 所以 真的很高興 因為我在看那個低俗喜劇這部作品的時候 看妳的出演 我在想 這個年輕的女孩子 會不會演出的時候會覺得 跟自己的某些經歷有相似的地方 因為片中也是一個 新人的演員 很不容易 其實也有相似的地方 真的 因為 怎麼說我角色裡面的那個角色是一個 她其實沒有什麼畸心 就是為了自己 單純的為了自己去努力往上爬 然後 然後 我就覺得有時候 像我以前是做模特兒出生 後來 慢慢 轉 做一個演員 然後現在還是很新的開始 然後我就覺得 有時候會 別人的眼光 可能會覺得 你是模特兒 然後 只是一個發瓶 不懂演技 後來真的 其實 我覺得一開始 就 一定要學習 才可以知道很多人的認同 或是演技 然後我就覺得 氣裡面的角色就是跳跳堂 她也是 她也是一個有 就是有感受 她也是引住 一口氣燙下去 現實中也是 也要 引賴 很多東西要引賴 也要去隨緣 或是 你要去努力 然後很多事情 最主要是對自己交代 嗯 剛才曾經說到 就是說很多事情要忍耐 然後也要努力的去爭取 對 那麼參與這次的演出 包括今天拿到最佳女配角 這樣的獎項 所以來說 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最大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 其實 我一直以來 我不是一個很有夢想的女生 就 我就是 一個 嗯 努力工作 有機會 然後好 我做好我的本分 然後去學習 慢慢真的是電影讓我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自己的目標 然後我現在我很希望就是 嗯 我要找到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戒指 戒 戒指 價值 價值 對 對 所以 我希望可以帶更加多好的作品 然後讓人感動的作品給觀眾朋友 對 最近看微博上有分享到說有新的作品在拍 對不對 嗯嗯嗯對 難透露嗎 其實我新的作品拍了三部了 嗯 然後下個月會拍另外一部 然後 其實 嗯 我拍的都 嗯 現在還拍 因為她還在 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上 不過 就知道有一部是也是跟音音姐合作的 所以我覺得跟她很有緣分 我希望以後可以更多跟她一起合作 然後學更加多的東西 有特別期待去合作的男演員嗎 劉德華先生 對 我真的從小就很喜歡她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而且她很親切 對人很親切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她合作 嗯 再次的恭喜你 謝謝 希望未來看到你更多好的成績 好的作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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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照